而同样是最新的现场 目前在基隆挖起了瞬间阵风15级 也造成了八斗子地区整个大停电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 郑益珍带我们掌握 益珍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苏丽台风来世生 所以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基隆的和平岛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瞬间阵风一度高达了15级 已经有民宅的这个屋顶呢 是整个被吹翻了 而且呢 被吹翻之外 我们再往下来看 已经压到了 好几辆车 最少有两辆车压在里面 有没有人员伤亡呢 目前我们还在确定当中 那么除了和平岛附近 瞬间阵风所带来的灾害之外呢 其实在基隆的市区 到凌晨三点停电到现在 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恢复 那么另外除了民宅 像是在营业的便利商店 目前也都是处于停电的状态 那么业者也是大抱怨 从凌晨到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营业 也让他们损失惨重 昨天风雨算蛮大的 那现在停电你们冰箱也都没电了 对啊 那怎么办 有一些冰淇淋什么的 就是坏掉就报废了 就报废 那是算你们自己损失吗 对 那估计这次这样子停电 如果等一下电都不来 你们会损失多少 那应该几万块有吧 那么目前是来自基隆的存情况 时间先还给彭内主播 好 目前你可以看到 在基隆这个地方呢 巴豆子整个大停电 现场一片狼藉 锁定我们中天新闻 更多完整追踪 好 再见